属牛的朋友 你今年的整体应识并不太理想 再没有集心加持 加上大煞、非联等凶心从中作梗 你很有可能在经济与健康方面 陷入了困境,令你心神恍惚 建议你将辛苦赚来的钱多做储席 以备不时之需 非联心的出现 显示着你今年容易发生意外 因此,无论在家或者住门在外 你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避免去偏僻或可能有危险的地方 大煞心会使你感觉不顺心 处处受止 与人交际之后 你只要学会谨言慎行 就能够避免在原语上得罪或惹上官废 影响到你的人际运程 建议你以礼待人 这样即使给人一个好印象 还可以广界上缘 你可以考虑佩戴阴眼石 六六大顺掉坠 或掉挂六第一配 与阻挡外界不利的影响 从而改善运程 使你在事业上步步高升 工作顺利 工作顺利 工作顺利